刮去鳞片内脏后 鱼身用刀划开 表面撒少许盐 均匀涂抹腌制10分钟 用姜片擦一下空锅 锅中倒入油 等油热后将鱼放入 转小火将两面煎一下 放入葱段姜片 倒入15克料酒 20克生抽 5克老抽 再倒入抹过鱼身的开水 加入两克盐 关盖转小火焖10分钟 开盖转大火收汁 同时将汤汁慢慢淋在鱼身上 美味又营养的红烧大火鱼就完成了 一起来试下吧